這個路透社的新聞是很震撼性的 而也不是第一次 因為好幾個月前他們已經訪問過有些法官 當然是不記名的 有些朋友也有些反應給我看 他們說如果法治都沒有 香港一定玩完了 其實我自己也說了很多次 和我的徒弟和很多人都說 因為我們是沒有民主的 我們從來都沒有試過 可以用民主選舉選出的政府 所以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一個民選的香港政府 真的會怎樣操作 但是我們是享有自由 我們享有人身的安全 我們是享有法治 而在路透社這篇文章 他就是講一些法官 因為他不只是訪問法官 他是訪問幾個資深法官 訪問一些律師 亦都訪問了一些在外交界的人員 他們覺得這個法治就是我們的人生自由 各方面的基石 所以我們香港人這麼多十年 享有的自由 享有的人身安全 主要是因為法治給我們 而其實昨天我剛剛訪問了 張耀良大律師 他是中國維權律師 關注組副主席 我們就講內地的法律問題 但是他都講 他說法治 他說為什麼香港人這麼守法呢 他說因為我們香港人 是對這些事情 是制度有信心 法律在這裡 限制了我某些事情 我做得犯法的 當局會採取行動 但是在制度之下 亦都保障我的權利 我有什麼時候 我是可以追究的 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些人才肯守法 如果什麼都沒有 就有什麼好守 理官的就無法無天 所以我們香港就是這樣 我們好守法 就算你現在看疫情之下 所以有些什麼 說你不要出街 你又不要多過四個人 很多人大部分都好守 香港人就是有這個概念 而因為他尊重 在制度之下 有些事情限制我 我不能做 但是我有我基本的權利 所以這個是一個 香港人大家認識的事情 所以就是我們沒有民主 但是我們是很珍惜我們的自由 而那個諷刺的就是 如果我們環顧亞洲的國家 或者其他地方的國家 它是有民主選舉的 定期的民主選舉 但是他們人民所享有的自由 所享有的人身安全 是遠遠少於我們香港的 所以你說就算有個民主選舉 未必一定保護到你 所以我們要的就是有民主選舉 又要有司法獨立 又要有這些各樣東西 那我們就沒有了民主選舉 但是這麼多年來 我們就有這個司法獨立 而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警察執法的時候 他會公道 當律政司決不決定檢控 也都會公道 是獨立公道 還有去到法院審的時候 那個法官他不管你 家財億萬 是什麼的大粒 或者是完全沒有人認識的 星斗市民 他都會很公平地判 就是我們多年來 我們就相信 雖然不是百分百 但是都覺得制度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法官 我相信那篇是真的 法官親口和新聞界 可能有早一天會跟你說 所以我們很憂心 他說我們現在是為司法獨立 在這裡掙扎著 因為如果掙扎得不行 就會失去 失去了司法獨立 就失去了我們自由的基石 我們民主就沒有了 如果自由沒有了 那還有什麼呢 這個自由 不只是我們這些星斗市民 很多做生意的人 都很想要那個自由 他是要資訊的自由 表達的自由 令到他做生意 很多事情他都會第一時間掌握到這些事情 亦都如果他自己作為商人 突然間被人拘捕了 那麼他會知道有人會報 會令你第二天 如果檢控又會上庭 法庭又會 可以被人聽到去審 那麼這些是很重要 是我們香港人 可能多年來 就以為就是這樣了 就好像每一天 太陽都會從東方升起 這篇文就告訴你 喂 可能過多不會很久 太陽不會升起 那你說是否令到香港人 是很擔心 他們裏面是說過 有些事情 一樣 他們覺得中國那些法官 他們主要是官對那些法官 他們是不明白香港 他們覺得為何會這樣 這麼亂 為何你香港這麼不愛國 還有他們會想怎樣控制 就是想對於那些案件 尤其是對憲法 憲制有關那些 他們會想加以控制 那怎樣控制 我也不知道 還有他們會想 就要第二天怎樣選法官 我們有個制度 甚至最高的法官 是立法會都有參與 他又想搞 還有一件事 他們最不明白 在他們來看 法院法官最重要的責任 就是維持一黨專政 那為何你們在香港 經常要判 那些政府輸 這些問題出來了 然後他訪問那些官 有些我們的官 要跟那些官去周旋 去被他 或者是否罵 或者什麼 去受到這些壓力 那他頂得多久呢 就是我們的司法獨立 是可以維持多久呢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法官都頂得住 有大部份 但是 無數人都跟我說 法官都是人 如果他們有這麼多壓力 未必壓力是黎智華 北京突然打電話給你 你哪個案要怎麼判 就未必是這樣的 但是很多方法 所以有些法官 好像其他人一樣 他們都想升級 就是很多事情 而且很多時候 法律界 一般是比較保守的 我們不要以為法律界 很激進 法律界多數很保守 但是 他們有些 他們是有理想的 他讀法律 他要知道 有些叫公義 有些事情他要出來維護 但是這些事情 可以撐得多久呢 但是我覺得 這個不僅是法官的問題 這是我們整個社會 不是法官 不僅是律師 不是那些法律學者 當然他們是在前線 但是我們所有的市民 我們都會出聲要說 當然行政機關就很重要 因為行政機關 尤其是律政司 他們很多交往的 在這個過程 所以 我們作為一個星斗市民 我覺得我們是要出聲 尤其是有些事情 我們見到很憂心的時候 不是說我們是法律專家 會說什麼 但是如果有些這樣的報導 都出了來 我們就要大家要去問 是否有這樣的事 我們跟法律學者說 你說跟法官當然不會跟我們說 但是法官會聽的 法官會看社會有沒有反應 如果當這個出來 整個社會 一顆聲都沒有 就是個個都說 沒事 好像特區政府都說 沒事沒事 還要反駁 那大家就以為沒事 但是如果很多人說 喂不是啊 好大件事 就算我移民 我走之前 我都要砌一波 就是大家要去反應 我覺得 就是我們不要 因為受到很多的摧殘 就不要變了 都是這樣的 你還想怎樣 是不是 都預料了 喂 你說是不是我很驚奇 未必是 就是預計有這些事 但是不是說預料 就變了不做事 我們最重要是做事 就是捍衛法治 是永恆的警覺 是所有人的永恆警覺 不是只是一堆法官 或者一堆律師 所以我們個個都要在自己的崗位 你說劉慧卿做得什麼 在你的崗位 就是做你可以做的事 有些可以 翌日取消限聚令 你可以遊行示威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你亦都可以寫信去外國 尤其是英國國會 他有個聆訊 他是要求 或者呼籲那些人提交報告 就是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現在出的呢 就是因為 有些北京的人也好 他們也以為 現在全世界 是因為有這個廢業 所以他自己全身都不行 他又怎會有空理你香港 有什麼事 或者你所有法庭 法庭都關門了 他都未必有空理 每天都死幾百人幾千人 所以有些人就說 趁火打劫 無論你是堆壞你的法院 或者令到你立法會選舉 是選不到 或者有事發生 或者立這個基本法 23條本地立法 就是很多事情 他們打算這樣做 但是我就不理那麼多了 就是我們要說的話 我們要說 而且雖然這個疫情 是很厲害 在很多國家 尤其是在西方國家 很關心香港事務的國家 但是他們都有人在這裡 加拿大有三十萬人在這裡 美國又不知道幾十萬 英國 很多都有人在香港 他們我相信是會出聲的 而我覺得 特區政府也好 中央政府也好 我相信它是很介懷 在外國出那麼多聲的 你說它是不是怕 但是都好 他們是 反過來 如果真是全世界沒有人出聲 嘩 我相信拘捕了很多人都遲 所以 我們要自己出聲 告訴自己人 亦都要告訴國際社會 是發生什麼事 這個有法不依 是令到整個社會 是很困擾的 亦都令到我們很多一向 是很奉公守法的香港人 是很詫異 和很沮喪 或者是很憤怒的 所以我剛才說 就是說 如果你看看法治的幾個層次 第一 就當然是 你有法律在 就看執法的人 所以為何 近年 去年六月開始 警察的暴力這麼嚴重 打到那些人死 現在拘捕了八千人 但是一個警察都沒有被拘捕 所以那些被人打到頭破血流 或者斷了手 斷了腳 或者沒有了隻眼 那些人 他不明白 你說我搞這搞老 你又抓我 那你在這裏用這麼大的暴力 為何沒有人抓你 為何沒事的 原來你是在法律之上 這個他 另外就是律政司 即是有些事情 是不是應該要介入 要告不告 或者不應該告就告 大家亦都不會覺得 現在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是一個很公道的人 或者他自己都其身不正 自己又搞僭建 很多事情 又說自己有些利益申報 他又不申報 即是被人覺得 是完全是不尊重他的 亦都問是有很多人 是想叫他下台的 你看到他的民望 亦都是很低 然後你看到一場審境 警務處長 那你警務處長 就處長 你有甚麼理由 走去跟那些 那些藝人 或者那些踢球 即是其實沒有緊 你又搞到 又說要學別人做警察 原來你不懂做警察 還有當時叫你不要一起聚集 即是你很多這些人 你自己其身都不正 那你怎樣叫市民 去遵守法律呢 所以有些 比較 有些市民會形容他們 是比較偏激些 激烈些的人 他們說法治要死的 從他的角度 他不覺得有法治 但你問我是不是我未必同意 但是我會覺得 會受到法院 或者法治 整件事 大家會看到 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尤其是當權的人 他好像都完全都 都漠視了 所以你說你作為市民 那我搜不搜 我就要搜 原來你們就 你又有另外一套 那你甚麼公道 那久而久之 我相信 我們大家去尊重法律的風氣 一路會變的了 那些人覺得 我為甚麼要這麼傻 那就不好 如果整個社會 那些人不守法 是變了很危險的 有時候都有 你都看到那些私了 或者誰在街上捉著打誰 香港以前不是這樣的 我當然不同意 我當然不同意 我都說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如果你說法治已死 或者你可能用這樣去形容 中國大陸裡面的情況 如果我們跟中國大陸比 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分別 簡單點 我可以坐在那裡接受你訪問 我們走過去深圳行不行 我想你和我都拘捕了 還有雖然是有很多事情 一路是越來越變差 但是香港人仍然享有的自由 的人生安全 是遠遠超乎內地的 那為甚麼我們會有 喂 就有本基本法在那裡 還有一路在跌 一路在消失的法治 是有壓力 但是你說死了 我是不相信 因為如果沒有法治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相信我 就不會有人再訪問我 訪問了都出不了街 而有很多人 我相信 是會被抓 好像內地我們的維權律師 是被失蹤被虐待 好像王全璋 被抓了那麼多年 都見不到律師 見不到家人 甚至你都不知道他去了哪 為甚麼他老婆 好像孟姜女 李文竹 去了三十次 尋夫 因為不知道他在哪 那些就發自已死 也不知道是不是死 我相信維權律師 都不肯承認這個字 因為他們還在鬥爭 所以那個字 我相信不是那麼輕易去用 而用了出來 你讓別人覺得是怎樣 如果真的發自已死 他真的 絕對可以為所欲為 那時候 很多人 全部滅了聲 不單止滅聲 還有一定是被失蹤 你們傳媒 我相信除了文匯大公 全都沒有玩完 所以大家要知道 甚麼是語性 但是可能每個人的定義不同 我就是這樣定 所以這也是這篇路透社文章 其中提出 他覺得中共的控制 是會從很多方面 其中一個方面最直接 就是叫你判案怎樣判 哪些不給你判 或者我人大釋法 另外一個就是人選 當你有法官退下來 有空位的時候 我選人的時候 就選一些我們 認為好勢好用的人 這個是在這兒的 這個壓力 所以為什麼呢 當時會放進聯合聲明 和基本法 就是立法會 是會有一個角色 但是那個是很小的 只是終審法院的法官 和高院的首席法官 但是它有個委員會 那個委員會當然 有些人就是行政長官提名的 也都有大律師公會 律師會的成員在那裡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制衡的機制 放在那裡提名上來 你這個委員會 大家談談談談完 建不建議 建議就告訴行政長官 但是很多時候 就不需要來立法會 那個機制本身 它都要發揮它的作用 尤其是你有大律師公會 和律師會的代表在那裡 也都有些其他的人 我們希望都會 還有呢 有些事香港都很厲害 其他地方都很厲害 就叫漏一些新聞出來 當然是有些這樣的事發生 當然你要有人肯漏 但是很多地方都會有人肯漏 但是有時候漏新聞那個人 是有時候可能要付出很沉重的代價 但是有些社會 有些人是不介意付這些代價 那就是有很多東西在社會上 在動的 尤其是香港呢 就是有一些叫輿論 而有些權勢的 它都是怕的 當有些東西曝光了 大部分人認為那件事是不對的 它們都會抖一抖的 就算我想大陸有時候都會抖 如果你輿論很厲害 排山倒海 覺得不應該這樣做 所以輿論又要發揮它的功能 但是有些事情是關門 它要去做的 希望在關門裡面開會那些人 都會出聲 不會個個都吐頭的 那你沒辦法的 那機制這樣設計了 所以我們和法律界 現在好 除了律師 大律師公會 律師會 也有法政會 還有其他法律組織 那些是不受那些公會的限制 那它又沒有什麼利益的 總之它就是專業 它對某些事情發展 它覺得不對勁 它都會出聲的 就是越多人出聲 而出聲的人 是要有識之事 就是它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還有它有些 它也跟一些人說 知道內情 就一直拿出來 變成整個社會要很警覺地去監察它 但是法官和路透社提出這一點 其實它已經點了幾個位出來告訴你 這些位可能會出事 好似你剛才說 當年包子甘 包子甘就說 有個大的風浪會來 它就沒有什麼 只不過它遇見 因為其實對於司法界的衝擊 一定會來 我剛才都說 中共是很痛恨的 它說法官治港 它不是港人治港 所以它是整天都視它為眼中釘 欲中刺 它肯定要搞它 所以我們還要看看 它那裏那篇說 它說我們那個 中審法院首席法官去韓國說話 有一次在首爾 它在台上說什麼司法獨立 不會受到什麼影響 有個律師走出來說 好像是北京那些律師行 大罵它 它說那篇是政治的東西 就被人虛它 但是那個人出去說那個 就一定是有反映 這些就是北京的態度 搞錯 神服於政黨 即是共產黨 你說到你這麼獨立 你做什麼都行 你發瘋的 所以他們那些事情 大家是看到 但是現在它就越來越出聲 很多是當他們那些法官 來到這裏 或者有些交往的時候 透過那些渠道 就很多話說了 就很多怨言或者事情 令到那些法官上面那些法官 即是跟他們接觸那些 那就很憂心 因為特區政府不敢說 這些事情 一說就出街了 所以你們是非常之重要的 除非將來你們 你們老闆全部禁止 摸出 摸出就可以了 隻手遮天就什麼都可以發生 但是我們希望香港不會去到這樣的位置 這個我相信就很清楚 就算鄧小平都說我們沒有三件分立 但是它有它說 我們有我們做 我們分立的意思是什麼 即是不是你控制的 立法會我們應該是獨立的 所以其實我們不喜歡的 當時我自己行管會 我們不喜歡在它隔離 即是我們覺得應該分得很開 那法院就更加是獨立 即是我們的意思就是 大家分開的 你無權去控制的 所以你說共產黨它也不是遮遮掩掩的 它從來都說 我不覺得我們又學美國 什麼三件分立 我們不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的制度 我們一直走就是我們分開的 就算它行政機關 它都不夠膽說 我現在是指令你立法會做什麼 唯一就是因為你有那麼多個保皇黨 那麼多橡皮圖章在這裏 但是那班人都很討厭它 尤其是當天林鄭月娥提交報告上北京在這裏 哇 插到他們的背脊花曬 都慶樂非可使 所以我們立法會是做我們的事 法院更加是獨立 所以北京想怎樣都好 這個也都寫了在這裏 所以除非北京出來說 這個誤會 我們撕爛了它 如果不是 所以這個基本法 我們喜不喜歡都好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中央政府 中國共產黨 對香港人 對國內的人民 對國際社會的承諾 當然你說它現在很多東西都走光了 走了就觸著問它 但是有很多解釋法律 你可以這樣解 所以你有十個律師 十一個意見 但都要有那份東西跟它說 如果這份都沒有了 那就更加它說什麼都行 所以一定要拿著你跟它爭論 所以亦都是 我相信尤其是那些可以去見到 那些敬官的那些人 我就希望他們公道些 是為香港說說話 林鄭月娥那些 是沒有人對她有什麼期望 大家覺得她只是一個北京的老婆 但是其他人 你說商界也好 各方面那些人 如果有機會去解一下給北京聽 有些事情 北京你說它有意也好 無意也好 它想到歪了 而且香港大部分人也不是想要獨立 現在是有這些聲音 因為那些人被你打壓得很厲害 但是大部分人就是想你北京 跟著聯合聲明 跟著基本法一國兩制去操作 大家可以和平共存 你不是 你現在天天聊交曉 天天就說要攬炒 那你這樣搞不好 就看到去年11月 你一給一票放在市民的手 他就告訴你他想怎樣 那你又不喜歡了 那怎樣 這個一定是的 就算我和外國那些官員談 他們都是提出很擔心 尤其是有些國家 他們以往都有一些很嚴重的紛爭 有一些很暴力的行為 他們自己都受過 所以他們說 你們真是希望你不要走這條路 因為如果你強行逼 令到撕裂很厲害 仇恨很深的時候 就會有人不惜 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挑戰你 所以有些國家 他自己有這樣的分亂 搞了幾十年 死了無數的人 他看到 他說我不想你香港學我們 那怎樣做呢 美大紀要坐下來談 其實沒有什麼良方妙弱的 你一天就打 而但是打 我相信香港政府 或者北京應該知道 是打不完的 野火就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你以為我拉了你六千了 我拉了八千了 你可能拉到萬二 可能拉到二萬 拉到三萬 但我都說了 你有多少個監獄啊 去救 去裝多這麼多人 因為有些人 他看不過眼 他本來沒事的 但是他的朋友 他的親人 他的鄰居被你拉了 他便又出來 你拉了他 他的朋友又出來 是不會停的 你不怕嗎 他怕什麼 他說 我看到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都沒有什麼前途 我都沒有的 我便跟你死過 所以 我覺得 當權者這樣做 是非常愚蠢的 你是官逼 就民反 而且 我都再講 那些人不是說搞革命 不是說搞獨立 也不是說外國 我自我自己知道 不是說外國一車車的錢 運來一車車的兵器 運來給你去 你經常說 那些人 你有你便拿個證據出來 你梁振英 你當年做行政長官 在立法會大樓說的 到今天 都沒有證據的 他真的說一出就說 你有證據便拿出來 甚至你說這個獨立調查 不是只查警察的 你這麼多指控便查一下他 為甚麼不做 所以 我覺得最可以解決問題 一定是坐下來談 坐下來談 一定有爭執 一定有辯論 但也應該是有妥協 最終是有共識的 當你的人是有雙重標準 即是自己那一套就沒事的 你呢 我就走來搞到你雞毛鴨血 那你怎樣叫市民是可以 大家服氣呢 但是 這個呢 我相信一方面 就和林鄭月娥的性格是有關 因為她覺得自己是不會錯 還有她亦都說 她沒有人的了 只剩下三萬個警察 好像全世界都已經離棄了她 如果真是離棄了她 她要問問自己為甚麼 你有十幾萬公務員 你都說沒有人幫你 還有呢 我覺得呢 最重要呢 都是北京 是北京的政策 如果北京是願意 是大家去談的 誰是做香港的行政長官 誰是中聯辦的官員 或者是北京港澳辦的人 他都要執行這個 但是如果北京說不行 我們一定要 要殲滅他們 要全部打到他們 是體無懸夫的 那些流浪就跟著做了 我看到現在習近平是非常之恐怖的 你看到內地的異見人士也好 新疆的百多萬人被鎖起的也好 那些教會的也好 新聞工作者也好 數無數 我們的維權律師也好 多慘痛 那個經歷 你看到那些這麼慘 你看到香港 還欠了一段 還有一國兩制 如果不是 全部變成這樣了 所以我覺得 特區政府的做事方法 很大程度 就是由北京去決定 你要怎樣 不要跟他們談 一定要 殺他也好 什麼都好 總而言之 打到他 落花漏水 那他有些官員最喜歡 就對 其實我跟有些商界 或者其他那些 一來商界多數是賺錢 他們是不想這樣 當然他覺得 特區政府應該有穩定的支持 他當然覺得是好 但覺得搞那麼多事情來做什麼 第一件事 就做什麼送中條例 那些慶火市 其他那些他們不同意的 但是 北京也是 北京也是不聽 所以 就是 他們都很無奈 現在你看到他們的來勢這麼空 這個必定是 事出有因 一個 就是剛才提到這個 趁火打劫 他就真是以為 國際社會 現在睡了覺 是沒有人理的了 你立刻立 你立十條都沒有人理 就只有人理的了 所以 還有 他們也是 就是 好像這個路透社的文章說 他已經失去他的忍耐性 等了太久了 你都不做 澳門都做了這麼久了 是不是 所以他們是很想做 但是你看到林鄭月娥 他也是不想做的 所以 也都有一些商界的人士 跟我說 他們也是非常之憂心 他聽到 北京是想自己做 如果自己做 就一定會違反 因為自行立法 他想做了 折下來給你 國家安全法 他們是很不想見的 因為他知道如果這樣做 一定是將香港反轉的 總之有親立法的事情 你看 03年也是23條立法 去年那個也是立法 總之有親立法的事情 你看國歌法也是 他會看到社會的反應 是會很激烈的 可能 如果 他真的 北京要這樣做 他會令我們去年見到 反送中的示威抗議 相比 可能那個 就好像迪士尼一樣 所以 其實商界有些 是很憂慮的 他們都希望找個方法 去處理到一些事情 令到北京都不好 這樣做 我覺得 如果大家都是很同意 不應該做的 是要出聲 你就算保皇黨 在立法會裏面的保皇黨 我想有些他們都不想的 因為他們有個選舉 他們知道他們的選民 無論幾藍也好 什麼都好 他們大家都不想搞那麼多事情 而大家也都見不到 是有些好像二十三條裏面提到那些罪行 現在在香港 搞到雞毛鴨血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 完全不是 香港無論你怎樣說都好 我認為他們仍然是在全世界之中 一個最安全 最和平的城市 除了我們那些 定期的那些 示威黑衣人 各樣和警察 衝突 大家看不到 很多二十三條的罪行 全部都出來了 我們都觸手無策 但是如果北京都要強行來 一 我會覺得 國際社會不是睡覺 我相信有很多我們的朋友 會出聲 而我也相信 更加多香港人 我相信不止三百萬 我相信五六百萬都會出聲 因為他們覺得 這是很過分 不是說立不立 一不是這個時機 沒有這個需要 而是當我們大家有了 充分的諮詢 討論 大家有了共識 那你就進行 你現在什麼都沒有 就硬來就說 不行了 你現在危害國家安全 我就要立條法給你探 那大家就說 好 放馬過來 這個說法 就有很多人說的 有些人是很同意的 有些人是不同意的 看看大家怎麼看 你說香港 對於中國的 是不是這麼有用呢 當然 那個用處是一路下跌的 就算我們幾有錢 和他比很多年前 以前和現在是很小 但是 香港仍然有很多事情是很重要的 法治就是了 為什麼你說大灣區發展 都要香港幫忙做法治 喂 你大灣區裡面的城市 那些法治 貓信你嗎 真是浪費 就算你說 這個叫做什麼 知識產權 又是香港做 為什麼 你說你什麼知識產權 特朗普經常說 你偷人家的東西 有些東西它是要 尤其是如果你說金融 你的法治當然是重要的 所以 是不是去到個位 我們完全對於中國政府 是沒有用的了 沒有什麼 如果真的這樣 其實它一早已經搞定了我們 你可以說 不過你可以說 其實現在越來越沒有用 所以它就越來越狼 可能是的 但是香港也不是野小的 你說它是個寶寶也好 它要叫上來 是叫到很大聲的 是全球都聽到的 老實說 你看回以往幾個月 那個抗爭 香港 香港是否 除了我們香港的人說 拿些錢去賣廣告 在別人的頭版賣 但是我們在別人的報紙 電視 電台 雜誌 那個佔的版位 就是沒有人相信的 我去加拿大開會 其他國家的人 怎知多妒忌香港 他說 為什麼你們每個都說香港 所以香港 是拉動很多國際社會人的心 如果他們看到有些場面 在香港出現 他們是會出聲的 他們會打電話給政府 打給他的官員 他跟他的傳媒說 然後一次 國際的傳媒就會蜂擁來香港 或者到時可能政府不准他入境 要不准入境 要不准入境 重大新聞 中國那些事情太大 我們都未必有什麼大能力去影響 我們最重要就是希望 保護香港一國兩制 自己可以有自由 有法治 有人身安全去發展民主 我相信 即是當西方 現在如果有一個新的取態 而這個取態 也都不是突然間發生的了 因為很多人都跟我說 就是說 因為西方很多國家的人 他們初初 即是十幾二十年前 是有個幻想 是以為中國會崛起 我們協助他 令到他可以強大 給多些支持他 很多資源 各樣東西給他 令到他可以很成功發展 當他可以成功發展了之後 他們就會好像我們一樣 是一個很送上自由 也都會追求民主的國家 在國際社會 做一個很有負責任的一份子 但是這幾年 他們越來越多 無論是學者也好 政界的人 發現這個是煩惱的 他們有些甚至是研究中國 看中國裏面的東西 都發現中國有個階段 其實有兩派在爭的 後來但是輸了 贏了那些所謂鷹派 就要繼續用一個鐵碗的政策 去管國家 亦都不會尊重自由 各樣東西 所以現在西方的國家覺得 喂 那豈不是浪費 而且他們會覺得 他們說我們國際社會 不是得益 你做了那麼多事情 尤其是他們很生氣 他們在南中國海那裏填很多地 在那裏侵犯別人 別的地方的主權 做很多事情 他們覺得是不可以接受 還有你無緣無故在新疆 你又把百多萬維吾爾族的人 鎖起了 在國家也不尊重宗教自由 各樣東西都不是 大家當年想 以為你會發展的 那我為什麼還要跟你瘋 所以你說它最終怎樣 但是一方面當然中國是有錢的 所以它在聯合國 是可以找到有些國家 你說它買回來也好 什麼都好是支持它 但是有些國家現在都不開心 你看到最近在廣州 你這樣對非裔的人士 那很多非洲國家都出來吵 那有些人就 哎呀死了死了 它如果再越演越烈 隨時有些非洲國家出現排華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是很敏感的 問題就是 大家都希望中國 是一個文明的地方 尊重一下 不是說尊重西方 是尊重一些國際大家尊重的價值 這個不是西方的東西 他們經常以為這些是西方的東西 我們亞洲就不是 亞洲都有很多民主國家 這些叫做國際核心價值 是一些國際人權公約都在 希望中國是這樣發展 但是如果是都不是 是要背道而馳 有些人就說 喂 這樣就不要搞了 那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發生 但是香港就會夾在中間 但是我相信很多 就是崇尚民主自由的地方的人 那些人呢 他們都是很欣賞香港的 那到時 即是香港在這個 這樣的合逢當中 怎樣生存呢 最近也都有一些大學生 就問我了 他跟我說 哎呀很慘啊 我說可能是很慘 但是可能也都無可避免 我們就是這樣 人家拿了我們來做棋子 那又怎樣 有些人有時候 你喜不喜歡人家 你拿你做棋子的啦 不過你有把口的嘛 你便說回你自己的事咯 你便去表達咯 你都說記住咯 我們這麼多個月來的抗爭 在國際社會 是得到無數 無數的報道 他為什麼要報道你呢 其實你數一下世界上 有多少個國家 那些人民的遭遇 比香港一千倍 他都沒有這麼多的赤寸去報道它 所以我們香港是很有朋友的 但是我們都要盡力去做 不過有些事情 我們是沒有辦法影響到的了 人家國家怎樣制定他的政策 不過 越來越多西方國家 尤其是經過這個疫情 他們中國是不信任 他們覺得 哇原來你這樣玩的 這樣就不是了 但是他們疫情過後 怎樣再自己搞自己國策呢 我們當然就沒有什麼辦法影響它 不過我們想要影響的 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是想我們繼續可以有自由 有法治 有人身安全 發展民主制度 那我們希望中央政府聽到我們講話 我們亦都希望國際社會 是會支持我們繼續這樣去爭取 沒有辦法的 是很難的 所以最近才有一個加拿大記者問我 那個疫情啊 那裡怎樣啊 你們香港怎樣啊 他說 哇你們都好像挺乖 政府說的那些都聽 我說 我告訴你 我們是不信任這個政府 我們不信任林鄭月娥 不過呢 我們很多香港人呢 都是信任和尊重 那些醫療界 那些醫生 那些教授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覺得 他們是獨立的 他們是有專業的 他們講他們自己 認識和相信的東西 他不是講林鄭月娥 或者北京要他講的東西 他說出來的東西 我們香港人看到也都覺得 都是合理 所以我們是聽 雖然有些東西是很嚴 要你做什麼做什麼 而且我們又經過沙士 大家有個警覺高了 所以我們做 就不是因為信任林鄭月娥 而是因為我們自己要保護自己 政府幫不了我們 我們自己幫 還有那些專家學者 講那些說話 我們相信 還有他天天開記者會也都好的 有透明度 要有透明度 有問責性 那就大家相信 但是不是我們信任政府 現在尤其是他抗疫的情況 搞到這麼糟糕 因為他不是為了市民 而是只是為商界 從來這個香港政府 或者以往港英政府 都只是顧商界 他不顧市民 你今後這麼多人失業 原來你給那些錢 是那些失業的人拿不到的 那麼他就叫他 你便拿失業縱援 但是失業縱援要很窮才行 你很少資產 好似如果你個人 最高你只可以有六萬元 那麼勞福局局長羅志剛在電台說 別人問他 那六萬元 那麼有些 我未達到的 就是拿不到 你交了你的卡數 你交完你的卡數 你就達到的了 嘩 這樣說話都可以 嘩 嘩 嘩 那你說怎麼搞 你說市民怎麼會服氣呢 那幫保安黨 如果又是跟林鄭月娥集團 同一被恐出氣 他九月一定會被選民唾棄 零分